在今天的中国,很多人将风水看作封建迷信,敬而远之, 殊不知,在如今的新加坡,风水发展新兴向荣如火如荼, 一命,二命,三风水,可以说一个人的运势与风水息息相关, 国家更是如此。 本期影片我们就来聊聊新加坡风水大局。 研究过风水的都知道,新加坡是块风水宝地, 它与马来西亚相辅相成,形成了鲤鱼土猪之势, 明珠便是新加坡,亦或者说金元宝。 在风水中啊,龙脉生亡气,我国南京龙脉被秦始皇斩断后, 再无长久亡潮。 反观新加坡,它虽小,但却汇聚了五条龙脉, 除了自身优越条件外,新加坡还十分信奉风水, 甚至远超了我们的想象。 新加坡有多近风水,只说一件事你便就知道了。 时间回到2012年6月28日,新天地集团上市, 它是全球第一家成功上市的风水公司。 相比于这个名字,我们获得更熟悉, 袁中秀。 在新加坡,不论男女老少,不论买房起民, 都会提前找人看风水,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。 当地房产中介,因为生活不易,也看起了住宅风水。 这也从另一面反映出新加坡对风水医学的信奉。 在新加坡当地,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。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,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宣布地铁, SMRT开始动工。 其出顺顺利利,可没想到施工途中却遇到了金融危机。 有传言称啊,李光耀找到大师指点迷津, 大师说,地铁的施工影响到了地下的八条龙脉, 所以才会出现了金融危机。 不就办法,便是每人携带一个八卦图。 但是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信仰的国家, 很难让民众随身携带八卦图。 李光耀便想了一个主意, 那便是将八卦印在硬币上。 1987年,八边角矿硬币开始流传, 同年11月,新加坡地铁也正式开通。 在这之后啊,新加坡经济也重新迎来了繁荣。 但李光耀却对此回应完全是一派胡言, 自己是一个务实派,从不相信风水。 虽然八卦钱币于世谁也说不清, 但新加坡风水盛行这件事却毋庸置疑, 而无数勾人的存在也造就了新加坡绝密风水局。 拔水入塘,于尾狮,财运亨通,新达城。 新加坡的绝密风水局真的是当地腾飞的秘密所在吗? 新加坡的有很多景点其实都暗藏风水大局, 比如于尾狮,新达城等等, 都与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于尾狮在最开始只是一个商业标志, 直到新加坡建国后,才逐渐成为当国象征。 时间回到1972年,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请来一位台湾风水大师指点迷津, 修建了37公尺高的于尾狮, 他位于新加坡河河口位置,面朝海峡方向。 从悬空风水来说, 于尾狮的布局是按照波水入林堂的原理布置, 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无限放大当地的经济运势, 但有一个缺点,那就是必须配合原运,才能彻底发挥。 一旦过了原运,效果便会降低。 风水大师曾说, 只要这座鱼尾狮存在,便会保佑当地24年。 事实也果真如此, 24年一过,新加坡旅游行业一落前丈, 游客下降30%左右。 究其原因便是因为尼高大桥通车, 它虽然促进了两岸发展, 但也间接阻挡了鱼尾狮, 破坏了其风水布局。 故此,当地市政又在尼高大桥的南部, 重新建造了一座鱼尾狮, 目的就是再次放大当地经济发展。 除此之外, 新达城的风水布局更是财运横通, 四座高楼加会展中心构成新达城, 中间的财富喷泉更是号称全球最大喷泉。 仔细看就会发现, 新达城的组合就像五指山一般, 牢牢困住了中间的财富喷泉, 寓意财气滚滚握在手中, 在掌心位置还有着一座小型巷内喷泉, 寓意肥水不留外人田。 这座喷泉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停止喷水, 人们可以进去碰到那些小喷泉, 据说围绕它顺时针走三圈便可保佑财运横通。 在新达城没有修建之前, 当地便开始了招商活动, 可那时的生意极其惨淡, 后来五指山布局完成, 新达城的商家各个转的盆满钵满, 这全部都要归结于当地的风水大局。 风水轮流转造就采气出海, 无边永迟加龙回头, 黄窄金沙赌客。 新加坡四小龙的名号真的离不开其风水布局吗? 新加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, 摩天轮。 据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, 更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国运民生。 坐在摩天轮上, 新加坡的滨海湾以及摩天大楼尽收眼底, 甚至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部分岛屿都依稀可见。 众所周知, 新加坡当地水资源极其匮乏, 所以国家修建了众多堤坝以及蓄水池来储存雨水, 甚至还在新加坡河的入海口修建了一个大型堤坝, 滨海堤坝用来触水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百利无一害的堤坝, 却成了当地风水师的引中地。 他们认为这座堤坝阻碍了水的流通, 将整座国家的运势堵了起来, 于是在这之后还有了摩天轮的设计。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风水轮流转, 疏通被堤坝堵上的运势。 时间来到2008年, 摩天轮投入使用, 因为它是顺时针转动, 所以有风水师认为, 顺时针会将新加坡的财运器事全部转进海中, 而宁时针则可以将大海财气引入城市, 转运城墙。 这种言论虽然盛行, 但摩天轮高层一直置之不理,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让摩天轮换个方向转动成本太大了。 不过, 自从摩天轮开业后, 大小事故不断, 甚至一次发生故障, 游客被困在空中6个小时, 接连不断的事故加风水传言, 加2008年金融危机, 这下摩天轮高层彻底扛不住了, 甚至还在08年中旬, 停业整顿了一段时间, 在此开业时, 人们突然发现摩天轮居然变成了逆时针运行, 在这之后的半年内, 新加坡经济重新复苏, 并且未来几年稳定增长。 这座无边泳池, 相信大家都在网络上看到过, 这便是位于新加坡的金沙酒店, 它的风水布局更是登峰造极, 在风水中, 水被认为是财气, 酒店的无边泳池看起来与海相贫, 无望无际, 这便寓意着, 财源滚滚如滔滔江水永不停歇, 而金沙酒店的三座大楼在风水时眼中, 则是三座屹立在新加坡和海口的战士, 一生守卫着这座国家, 金沙酒店的风水布局已是无险可击, 可金沙赌场的风水更是在其之上, 甚至可以说, 金沙酒店所做的一切, 都是在为了金沙赌场做铺垫, 我们看, 赌场位于龙嘴位置, 正是财源广进的交汇点, 三座酒店大楼形成的空中花园形式龙爪, 寓意赌客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抓走钱财, 更狠毒的是, 无边泳池之所以做成弯的, 目的就是要做成龙回头的风水局, 直至金沙赌场, 简单来说, 只要你从里面游过泳, 进入赌场, 基本没有可能赢的, 除此之外, 三座酒店也像三星贺寿, 有着全收或者全输的寓意, 其实, 风水一学, 信则有, 不信则无, 大家还是见仁见智, 新加坡的崛起可能有风水助理, 但更多的还是要归结于自身的努力, 好了,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, 我们下期再见。